好,去到第十三條,一條跟SIMALAR TRIANGLE 有關的角色的EQUATION 題目 首先看著 Part A,它就叫你證明SIMALAR TRIANGLE 證明的兩個TRIANGLE,分別是這個ABP 以及這個PCD 然後有些資料給了你的,就是PARALIC 以及有九十度角 第一樣東西就是,這隻呢 因為PARALLE,這兩隻加起來是180度 所以這隻是90度,這隻也會90度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使用這隻叫FETA 如果這隻是FETA的話,你不要拿它做S 因為條題目有S,你看到下面 這隻就會是180度-90度-FETA 用Angle-SIMAL TRIANGLE 所以這隻角呢,就會是 等於90度-FETA 然後再考慮這條是STRAIGHT LINE 為甚麼是STRAIGHT LINE 因為它說明BC,它出現BC 代表B連起C,這條是STRAIGHT LINE PARALLE是一點在上面的點 後加上去 那這隻角呢,又為甚麼呢 180度-90 減回這一隻 就會是90度加FETA 不是90度加FETA 是...寫多一點點 是180度-90就是90 然後呢 然後呢 它是... 減90度加FETA 所以這隻是FETA 那其實你已經有FETA 90度 又有FETA 90度 其實這兩個TRIANGLE 已經叫做... 證明於SIMALA 你用AA都可以的 那...寫出來呢 就要很嚴謹了 因為現在改Proof 覺得很嚴 DXC 好,那你首先... 去題目給你 就寫一些GIFEN出來先 題目就說... ABP等於APD等於90度 GIFEN 不要漏啊這些 好像很白癡 但是要寫出來的 接著我們首先計算這隻90度先 這隻90度的原因呢 是因為... ENTIVE ANGLE 這隻是... PCD等於... 180度 減Angle ABP Interior Angles AB Parallel DC 這隻是90度 而這隻90度呢 它是等於什麼 等於Angle ABP的嘛 那它已經證明完 其中一批角了 這批已經證明完了 好了,去到第二批了 是跟這隻FETA有關係的 好,那這隻FETA 我用它做FETA Angle BAP 等於FETA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會計算到這隻APB的 Angle APB呢 就是180度 減 Angle BAP 再減 Angle ABP 那原因是... Angle Sum of Triangle Angle Sum of Triangle 那所以呢 剛剛我們已經計算了 其實就是90度減FETA 接著 再去到這個 這個叫做... CPD Angle CPD 就是 180度 減這隻 這隻我們叫做APD 再減APB 就是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對 我們都計算了 我們都計算了 我們計算了是FETA 那計算了是FETA 這個就是等於 Angle BAP 好了 那你有兩批角 這個第一批 這個第二批 這個就是完 所以 那兩個Triangle ABP 和 Triangle PCD 就會相似 AA 那 你說這裡不放心 AA 你可以多寫一個步 寫一個步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Angle APB 等於 Angle PDC 和 Angle Sum of Triangle 然後 再加一個A A 第三隻角 就這樣寫Angle Sum of Triangle 就行了 就不要寫什麼 Third Angle 好 這個是 Part A 的做法 然後 去到Part B 它就叫你 Consider 這個 Similar Triangle 的邊 去證明一條色 其實Consider Similar Triangle 的邊 其實只有一招 就是用VASAL 去處理 所以我們要加一些 邊長的資料 那邊長的資料呢 其實題目有給的 這一條 整條是12 這條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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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這條是K 這條呢 這條叫S 這條是12-S 因為整條是12 好了 那你留意著 AB對著哪條線呢 AB不是對著K的 就是 是對著PC的 就是AB 你要除PC的 所以這個做法 你要跟著別人給 那個Similar Triangle 的 order給別人 所以 Part B 呢 我做法 會是 這個AB 是除PC的 然後等於什麼 BP 你就看著 BP 就除CD BP除CD Corresponding Size Similar Triangle 好 AB是什麼 AB就是5 PC呢 就是 12-S BP就是S CD就是K 然後做一個交測相成 就會 K成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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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整個帥哥 就會算到 12-S 12-S 5-K 等於0 好 去到 Part C Part C 呢 他就問你了 如果 K是Int Ventager 要你去計算 那個 Greatest Value K 喏 無緣無故 怎麼做呢 一條這樣的式 等於0 有兩個暗孔 那 你留意 S其實是個 邊場來的 邊場一定是 所以這條式 其實在考你 它有V-Woods 有V-Woods 是什麼意思啊 有V-Woods 就是Delta 但它等於0 我這裡把剛剛的 物諾寫一次 首先你考慮到 S是Length 而你又知道 Length 是V-Woods V-Woods 意思就是 沒有I Length 沒有I V-Woods 即是說 S是V-Woods 即是有V-Woods 所以你就這樣推論 你就會用Delta 大約等於0 Delta大約等於0 即是B2次 減4 AC 大約等於0 144 減20K 大約等於0 那你解決這條現場的 便會計到 K 是小於7.2 即是K integer 即是K最大於7 所以 The Greatest Value Of K 就是7 了 C C